养花的乐趣是什么呢? 是寒冬已至,却依旧可以欣赏到满园春色 仿佛是一个初春的早晨,群花都还做着清梦 便可以偷偷看到它们在阳光下所伸长着的田径的红 高冷的黄和伴着暖意的深沉浅诚 有初冠花苞的惊喜和成就感 也有家间的担忧和失落感 我统一总结为,我的见识真不小 有些事儿甜,有些事儿苦,也有叫人忧愁 虽不见云卷云书,却可观花开花落 花落成果,果树育苗 养花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子又有子,子又有孙 子子孙孙,无穷愧也 那些小小的,可爱的,降生在这摇篮里 偶尔心烦的时候,你总会被这么律于治愈 方春消愁,也解了你的困倦 然而有些生命消失的毫无逻辑 去的尽管去了,来去冲冲,不留痕迹 那些自幼体弱多病的,不抛弃,不放弃 总有一天,生命将回到最原始的起点 几十个冲冲的日子里 谁又敢肯定他不可以涅槃重生呢 悉心呵护,耐心养护,总有收获 繁忙的日子里,挤一点时间 在阳台上,养上几盆花草 给平淡的生活,添上一抹绿意 所谓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烟火留给柴米油盐 清欢,浇油,花草相伴 天山万水相聚的一生 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 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 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